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老婆是城里人,丈母娘一家一直瞧不上我,当初还差点要求我入坠,在我老婆坐月子期间,我的丈母娘过来对我百般羞辱,还想着骗我将房子抵押,并将我赶出家门,老太婆,你能做啥事? 要不是舒海的面子上,我早把你打发走了。这天我下班回来,在家门口就听到颜盈盈的咆哮声,颜盈盈是我的妻子,而她口中的老太婆就是我妈,颜盈盈刚生完孩子在坐月子,我要上班抽不出太多时间,我便让我妈大老远从老家赶过来照顾她。 我妈这段时间的辛苦,我是看在眼里的,本来这么大的人就该在家里享清福,被我央求几句二话不说,直接从老家过来,忙前忙后,肉眼可见的瘦了不少,但颜盈盈一直跟我抱怨说我妈做得不好,每次我回家之后就向我诉苦水,没想到我妈辛辛苦苦照顾她,在她口中却成了老太婆。 当着我妈的面直接开骂,我从门外冲了进来,看到我妈像一个犯错的小孩子,畏缩着身子靠在墙边,双手交叉在身前,不停地搓着手,低着头,听着颜盈盈盈的谩骂,我把我妈护在身后。 则问道,我妈做什么了,你这么说她? 颜盈盈夹着脏话说了一堆,大致是我妈在端菜,送饭到卧室的时候,因为地华不小心打翻,碗盆摔了一地,刚好离孩子比较近。 乒乒乓的响声,把孩子吓得嚎啕大哭,颜盈盈饿了半天,结果饭菜都被打翻,一口也没有吃上,还要安慰哭泣的孩子,嘴里就开始骂骂咧咧起来,没出啥事的话就算了吧。 我明白了来龙去脉之后,开口道,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妈呀。 颜盈盈即刻毫不留情地还嘴说道,她是你妈,不是我妈。 我明天就让我妈过来照顾我,你现在就让你妈走。 颜盈盈是城里人,而我来自乡下,像我这样的家庭能够娶到一个城市姑娘,在别人看来都是潘高枝, 所以她总是用一种闭靡的姿态看待我们一家。 尽管这些年我努力打拼,事业上也算是小有成就,但他们一家人还是不怎么瞧得上我, 我本想反驳,却被身后的一只手拉住,小海别和盈盈吵架,都是我的错。 我妈念如这低声说道,妈老了,给你们拖了后腿,是妈不对,放心,妈明天就走。 我望着妈因为摔伤而红肿的手腕,心里一阵心酸,不过转念一想,我妈一走,就不用再被颜盈盈随意吆喝,也算是好事,也就不再纠结,满怀歉意地说道,妈。 那你就回老家好好休息,这些天辛苦你了,第二天一走,我妈就收拾离开了,而盐盈盈的妈叶红兰很快就搬了过来, 临走的时候,我妈一直嘱咐,我要好好对待盐盈盈,不要惹她生气,坐月子期间脾气不好可以理解,一定要体谅,我说我记住了。 本以为这事就此结束,却没想到叶红兰才是真正的梦魇,叶红兰和盐盈盈一样,心里也是有着一股子城里人的傲慢。 中午,我在公司休息,叶红兰直接一个电话打来,树海赶紧回来做饭,公司离我居住的地方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回去做个饭下午的班肯定要迟到,我纳闷不解,还要我做饭的话,把你叫来有什么用,心里面虽然不爽, 但还是调整语气,心平气和地在电话里说道,妈,我这边离家有点远,一来一回会耽误我上班,要不辛苦你做饭,点外卖也行。 叶红兰理直气壮地说道,我不会做饭,不然叫你回来干什么? 外卖那东西不健康,我女儿现在身子弱,难道你要她吃那些东西吃坏了怎么办? 就你那份破工作,辞了也罢,赶快回来做饭。 说完她就挂掉了电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我的鄙视,她都这样发出了命令,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无奈,我向公司请了半天,嫁回去伺候她们母女两个,一到家,她就堵在门口,对我指指点点,怎么回来这么慢,想要饿死我们呀? 我脸上挂着歉意的微笑,静止走到客厅,发现早就是一片狼藉,地上到处都是瓜子壳和果盒,还有一些饮料的空瓶子,我看你没回来,我就拿了一些零食,先垫垫嘴。 叶红蓝似乎看出我眼神中的不满,向我解释着说道,这样,你去做饭,我把客厅打扫干净。 我点头,就去厨房做饭,等到我把饭端上桌子的时候,发现客厅没有变得干净,反而是比之前更脏,叶红蓝就原样坐在沙发上磕着瓜子,翘着二郎腿,嘴里还斜叼着一根烟,不知道有多舒服。 我走到叶红蓝面前,明知顾问道,妈,菜我已经做好了,客厅打扫好了吗? 她摸了摸嘴巴上残留的瓜子壳,用手指向四周对我命令道,怎么,有你在,还要丈母娘干活? 干净把地扫干净,她顺势吐出一道白色烟圈喷到我的脸上,我看她是长辈。 并没有多说什么,莫不作声,把客厅打扫干净,心里面有点情绪,扫地时用扫帚的力道大了些,把瓜子壳弹得到处都是。 饮料瓶也被弄得哗哗作响,她看出来我的不满,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对我吼道,怎么,就是让你扫个地就开始有情绪了? 你小子架子还挺大。 妈,我没情绪,我不想和她争吵,没心地解释道,可能是客厅里叶红兰的声音太大,严盈盈从卧室抱着孩子走了出来,疑惑地问道,出什么事了吗? 我一边解释着说,没事,一边上前掐灭了叶红兰口中的香烟,把它往孩子的远方向拉了拉,妈,下次你要是抽烟就到外面抽,孩子还小,在家里抽烟,对孩子发育有影响。 别碰我,抽根烟都不行了,我女儿都还没说什么,你能管得着我? 叶红兰嘴角一斜,拉下了脸看着我,场面一度很尴尬,让我下不来台。 说实话,之前和叶红兰之间的交流不多,如今同在一个屋檐下,反而让我感到相处的艰难。 不仅仅仅是她,对于她们一家人,我交流起来都有一种窒息感,为此我一直都是小心谨慎,很少主动制造矛盾,但还是被她们一家人各种找叉羞辱。 这天上班,同事说,有人找我,我出门一看,是严男严盈盈盈的弟弟,我的小舅子。 她一身流利流气的装扮,头上染着金黄的发色,一副丸酷子弟的模样,她见到我,用一种可怜兮兮的表情,见笑着说道,姐夫,借点钱给我呗。 严男我是知道的,她就是属于游手好闲的那一类人,老大不小了,还在家里啃老,一直不务正业,我钱都在你姐那管着呢,自己生活费都不够,哪来的钱给你啊? 我知道,如果借给她钱之后,她一定会乱花,于是假意卖惨,想要把她赶走,你还是走吧,我要工作了。 她用蛮力把我往回拱。 见我不给她钱,就直接对我喊道,舒海,你就是一个软饭男,有什么可狂的。 一个农村人,到了城里,就真以为是上了枝头当凤凰了。 我当时和她就站在办公室门口,她这么一说,公司里一半的同事都侧着脸看向我,让我很尴尬,没想到她借不到钱,开始耍无赖,在我同事面前败坏我名声,当初要不是我姐看上你,估计你还在农村种地呢? 她讥笑道,话语之中更是透露着讽刺,我尽力把她拽到离办公室更远的地方,问道,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想要借点钱。 我咬了咬嘴唇,无奈地答应道,好吧,我借给你。 她收了钱。 哼着小曲,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件事就此结束,但没想到几天之后,我发现我的银行卡多了好几笔支出,除了一些零碎的账目外,还有一笔二十万的大额账单。 我的银行卡一直都是给盐盈盈保管的,第一时间我就给她打了电话询问,你买什么了?怎么花这么多钱? 哦,本来打算晚上和你说的,今天我妈上街买了点衣服,另外,我妈想要投资一款理财产品,找我借钱,我就从你卡里把钱转给她了,什么理财产品要投资二十万,那可是我的积蓄,将来要用在孩子身上的。 我尝试着想,和盐盈盈说理,你这样说也不说一声,直接把钱转走是不是不太好? 叶红蓝对于理财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把钱给她投资可以说是打水漂,结婚以来,盐盈盈一直窝在家里躺尸,我自己一个人辛苦在外工作,这二十万是我自己多年的努力工作积攒下来的钱,她转走连招呼都和我说一声,盐盈盈见我如此激动,想要安抚我的情绪,语气稍微温和地说道,放心,我妈很有分次。 不会有事,这些年我努力工作不容易,你能不能为我考虑考虑?我眼睛盯着她,心里有点委屈,我怎么没有为你考虑? 盐盈盈盈以愤怒的目光回对,难道从你这里拿点钱也有错?在你眼里,我还是不是你的妻子? 就在我还打算说话的时候,叶红蓝悠哉悠哉地打完麻将回来了,看到我和盐盈盈针锋相对,便就帮助盐盈盈说话,小海,我就拿你点钱,况且,这也算是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我拿了也不犯法。 可是,你们至少应该通知我一声吧。现在不是和你说了吗?你还想要怎么样? 叶红蓝放大声音道,在他们的一言一语攻击中,我甚至以为这件事是我做错了,他们两个相互帮衬,我实在没有办法,沉默许久,自觉滚去厨房做饭去了。 又隔了几天,在晚饭的时候,叶红蓝主动挑起话题,对筛我嘘寒问暖,小海,最近工作怎么样? 挺好的。自从上次借钱之后,我心里就憋着一股气,不太愿意搭理他们母女二人,我看你有点累,特意给你点了一份排骨汤,多喝点。 他把汤送到我的碗里,我对他这突如其来的殷勤有点无所适从,立马问道,妈,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说? 他笑了笑,确实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他沉默了半嗓,缓缓开口道,就是关于之前的理财产品的事。 赔了?我疑惑地问道,同时心里面也有点担心,他连忙招手,没有没有,只是还差点钱。 理财产品不是有多少投多少吗?怎么会差钱? 我问道,叶红兰支支吾吾的说道,是这样的,这个理财产品有门槛,必须要到多少才可以投,我就还差点钱。 还差多少? 三十万。 我惊讶地叫出了声,我没有那么多钱。 三十万不是一个小数,我手头的钱都被严盈盈盈在上次给转走了,现在手上也没多少,严盈盈盈这个时候支招说道,我们不是有房子吗? 房子? 我问道,对啊,把房子抵押出去,这样三十万不就有了? 严盈盈盈笑容满面,好像这件事像他说的这么简单,看样子他们两个都已经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好,就等着我点头,这个我要考虑考虑,要是最后理财产品赔了,我们可是连房子都没了。 我真捉到,他们母女二人相互看了一眼,然后叶红兰对我说道,好的,小海你考虑考虑。 之后的几天,对我表现得格外友善,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换了一个人,我也尝试顾问她是什么样的理财产品。 仔细分析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在我准备答应将房子抵押出去的时候,却突然发现他们之间的秘密。 这天晚上我提前回家,在我准备开门的时候,就听见里面有人在讨论,妈,那三十万准备的怎么样了? 里面一个男生传来祈求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严难,别着急,这不是再给你想办法了吗? 叶红兰劝慰道,妈,你要快点,那些人一直催着我要钱,再不给,他们说就要对我动手。 严难哭求道,你要姐赶紧找姐夫要啊。 这个时候,严盈盈盈发话了,这不是一直在催吗?关键是,舒海还没有同意,所以暂时不行,要是催急了,他会有疑心的。 我一想,什么事情是我没有同意的,加上他们所说的三十万,我大概明白了,应该就是抵押房子的事。 看来房子的抵押不是为了理财产品,而是给严难,这家伙肯定又是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还不清,所以就联合着叶红兰和严盈盈盈在我这里骗钱,你这次可是在外面闯大祸了。 叶红兰大声地抱怨道,盈盈,你能不能自己把房产给转移了? 要不是为了这个房子,我才不想低三下四地讨好它,我早就装不下去了。 合着这些天叶红兰对我的善意都是装出来的,为了想从我手上把钱给骗出去,直接换了一副脸面对我,也是委屈她了。 想当初和严盈盈谈恋爱的时候,叶红兰说,要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就不答应这门婚事。 于是我爸妈砸锅卖铁凑了些钱,付了房子的首付,之后我也一直在还着房子的贷款。 这个房子可以说是我一手买回来的,后来叶红兰要求把严盈盈的名字加上去,我也同意了。 现在严盈盈盈竟然想着背着我,直接把房产给转移,这就是违法的事情。 房子署名是我和她两个人,我一个人也没法做主,还是等舒海回来,我再去劝劝她,让她尽快同意。 严盈盈盈说道,本来我还想着同意的,但是现在知道他们的目的之后,我肯定是不会给他们娘俩一点机会, 我打开门,慢慢地走了进去,就在我开门的那一刹那,他们三人的脸上都表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都在害怕我是否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阴谋, 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笑着对严盈盈欢迎道,小舅子来了,是来看你姐和你妈吧。 严男嘴角微微挤出了一些笑容,附和道,对,我好久没有见到姐姐和妈妈了,所以过来看看,怎么姐夫今天下班这么早? 公司的事情的都处理完毕,就提前回来了。 可能是因为心虚,叶红蓝试探性地问道,小海,你在门外没有听到什么吧? 我知道,自己现在要是挑明,估计他们三个又要狡辩,到时候说来说去,我也占不到便宜。 与其如此,不如先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再伺机而动,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听见。 于是,我很自然地回道,顺便加了一句调侃性的话,怎么,你们在商讨什么秘密,是我不能知道的吗? 没有没有,叶红蓝的脸仗得通红,急忙摆手,我们四个人站在客厅,表面上看起来其乐融融, 但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傻子,一个被他们不断利用的工具而已。 果不其然,晚上吃饭的时候,颜盈盈又开始问起底压房子的事,我说再等等,我不知道你们做的破事就还好,现在我已经知道了, 怎么可能还会让你们得逞,平时受点气也就算了,还想着要我的房子给骗走。 就为了那个人渣颜男,我一直低声下气地讨他们一家, 却没想到最后只是被他们当成是赚钱的工具,也更没有把我当成是家人,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于是准备反击,等到第二天。 我向公司请了假,找了几个好朋友,冒充是收账的人,来到阎南所在的公寓, 我们把微型耳机藏在耳朵里相互交流。 他们在门口敲了敲,阎南打开了门, 然后他们就按照我所说的上手揪住阎南的衣领问道, 你欠我的三十万,什么时候还? 阎南一听遍,下意识地以为是来收债的人,没有怀疑我朋友的身份, 他颤抖着声音说道,对不起各位大爷,我过几天就还了。 过几天是多少天,要是你一直不还,我们找谁说理去? 阎南恳求道,上次的二十万我都按时给了,现在的三十万也是肯定能够还上,你们放心。 我心里一气,原来之前的二十万也是被叶红兰拿去给阎南这个家伙了, 我指挥着我朋友问道,那你说说你怎么弄到这笔钱? 阎南跪在地上左扣右拜,解释道,我姐夫有钱,他会帮我把钱还上的。 你自己家里不是很有钱吗?还找你姐夫要? 阎南懊悔着回道,还不是都给你们拿去了,现在家里是一分钱都没有了,只能指望姐夫借给我。 我让朋友继续问道,你姐夫把钱都给你了,他自己怎么办? 我妈说了,只要把钱拿到手,就让我姐和姐夫离婚,本身他就看不上我这个姐夫,重新找一个怎么也比这个好。 说完,他给了自己一巴掌,都怪我,要不是我网上赌博,也不会把这个家弄成这样。 随后,他又多抽了自己几下,表现出想要诚心忏悔的样子。 经过阎南这么一说,事情总算是清楚了。 阎南因为沉迷于网上赌博,欠了一屁股债,家里面已经为了给他还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所以才会想着在我身上额钱,而我只要答应抵押房产,到时候,严盈盈盈就会拿着离婚协议书让我在上面签字,到时候,在这场较量中,真正一无所得的人就只有我而已。 没想到这三个人竟然如此阴险,想着要把我身上的油水吃干抹净,我听完怒火中烧,一跃跑到我朋友们身前,来到阎南正面,直接对他的脸上踹了他一脚, 把他整个人踹的躺在了地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你还真是我的好内定,我诚心诚意地付出,你们一家人就这样对我。 我对Retta骂道,阎南看清楚是我后,意识到自己刚刚说错了话,连连磕头认错,嘴里一直道歉着说道,姐夫,对不起,我错了你原谅我,可是此刻都已经晚了。 他之前所说的话,都被我朋友用手机全部都记录了下来。 我手上就掌握着这些证据,就算是和严盈盈盈离婚,我相信自己也是有利的那一方,我对朋友们说了一声谢谢,随后拿走了他拍摄的视频,想要去找我的妻子理论,回到家中,叶红兰还在外面,打麻将没有回来。 严盈盈盈正躺在床上看电视,我还没有开口,严盈盈盈看到回家的我,便就一种命令式的口吻说道,书海,房子抵押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 哦,我还是不想答应,我都跟你说了,那个理财产品一定能赚钱,再不投资就晚了。 严盈盈还在装模作样,我无所谓地冷笑道,晚了就不投了呗,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妈可是说了,要是你不给她钱,她就要逼我们就离婚。 她搬出离婚来吓唬我,都现在这个时候了,她还在想着怎么骗我,离婚就离婚。 我回应道,严盈盈似乎被我的回答给惊讶道,没想到我来真的,到现在还在骗我,就为了那个不学无术的弟弟,看看吧。 我把视频摆到严盈盈面前,她看完视频里的内容之后,被惊到哑口无言,脸上一片惨白,我义正言辞地说道,严盈盈,我们离婚吧,你们一家人这么算计我,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我们的婚姻。 她从床上站了起来,身子比我高了半条腿的长度,对视频我怒吼道,书海,你不会以为我没了你就不能活了吧,离婚可以,不过这房子必须得归为我,就当是青春损失费。 房子归她,这种话她怎么说的出口的,我果断拒绝说道,房子是我爸妈和我自己辛辛苦苦买下来的,你一分钱都没有出,给你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就法庭上见,严盈盈盈威胁着我说道,我很清楚严盈盈盈的手段,她知道就算上了法庭也很难打赢官司。 她这么说,就是为了刺激我,想让我做出让步,我手里有视频证据,要是上了法庭,你也是输。 我瞪着她的眼睛说道,严盈盈盈气倒在床上跺脚,她给叶红兰打了电话,带着哭腔说道,妈,你快回来,书海要赶我们走。 很快,叶红兰跑回了家中,她脸上还带着汗珠进门的那一刻,不由分说,直接对我破口大骂,书海,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你忘记这么些年我们家对你的恩情了吗? 想要赶我们走,你凭什么这么做? 等她说完,我把视频又放了一遍,她也傻了眼,没想到严谈这家伙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瞬间就没了刚才对人的底气。 我趁机说道,这个视频已经把所有你们的阴谋都给抖出来了,你还跟我谈什么恩情,我呸,离婚吧,没什么好说的。 眼看再也没有办法糊弄我,叶红兰便使出全身力气叫唤道,离了婚,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笑话,我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和颜盈盈最终顺利离婚,而她什么也没有得到,我卡里被颜盈盈拿走的二十万是拿不回来了。 但还好,我远离了这对母女,享受到了久违的清静,而且我也从她们手中把孩子给争取了过来。 这是对我最大的慰藉,很快我就得知颜盈盈被当地的一个地产大亨包养,心安理得地当起了小三,她便开始在朋友圈各种炫富,彰显自己被包养的快乐。 不过好景不长,地产大亨的老婆发现了这件事,带着记者找到了颜盈盈的居住地,对谁她就是一顿臭骂,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将此事登报,让颜盈盈无法见人。 这样一来,颜盈盈和地产大亨便就此了断。 更难受的是,从那之后,经常有人向颜盈盈一家人所居住的地方颇油漆,以此表示对小三破坏别人家庭的不满。 还有不少男人慕名而来,想要出钱和颜盈盈上床,颜盈盈一家的名声在那之后就臭名远扬,每个人都将他们家作为教育孩子的典型案例,他工作没法找,也没有公司要他。 加上颜盈所欠下的赌债,他们一家的生活非常艰难,于是颜盈盈和叶红兰又再次联系上了我。 那天,颜盈盈打电话来说想要复婚,开头第一句是,舒海,我原谅你了。 我真觉得他脑子有问题,什么叫原谅我了?好像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你原谅我? 你没有搞错吧,是你们坚定地离开我的,还说叫我不要后悔。 我吃笑到怎么样,给别人当小三的感觉如何? 叶红兰在那边接过电话,吼道,要不是你把我们赶出去,我们会是现在这样。 我们现在的遭遇都是拜你所赐。你要是有点良心,就把我们接到你那,道个歉,我们就原谅你,否则我就把你干的事全部都给抖出去。 他这么一说,好像我真的做了什么错事一样,首先,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们的事,你们不要颠倒黑白。 其次,在结婚期间,是你们一直寄予我的钱财,一直在欺骗我。 最后,我和你们已经没有任何联系,希望你们自重不要再来骚扰我。 我调理,清晰地对着他们说道,那孩子呢,我是孩子的妈妈。 严盈盈盈突然叫道,自从生下来之后,你照顾过孩子吗? 你甚至连看都懒得看一眼,离婚的时候像丢垃圾一样把孩子丢给我,现在想起来是孩子的妈妈,晚了。 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没有理会这两个神经病,隔天,远在老家的父母就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要和严盈盈盈离婚,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我一问,才知道原来叶红兰和严盈盈盈跑到我老家,开始四处散布谣言,说我抛弃妻子,在外面包了小三,将丈母娘和严盈盈赶出门外,他们也是真的很能造谣。 搞得四邻八方的亲戚都知道了,纷纷来问我到底是什么回事,我不仅将之前严男说话的视频发到家族群里,还有我回到家之后和叶红兰盐盈盈吵吵架的视频也发了上去,并附上一句话,这就是真相。 至此,严盈盈盈和叶红兰所制造的谣言土崩瓦解,而他们二人也被我的父母给揍跑了,后来严盈盈盈和叶红兰带着严男不知道跑到哪个城市去躲避,我的生活里再也没有了他们的消息,我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和孩子身上,最终孩子茁壮成长。 而我在工作上也做出了更多辉煌的业绩,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老婆是城里人,丈母娘一家一直瞧不上我,当初还差点要求我入坠,在我老婆坐月子期间,我的丈母娘过来对我百般羞辱,还想着骗我将房子抵押,并将我赶出家门,老太婆,你能做啥事? 要不是舒海的面子上,我早把你打发走了。 这天我下班回来,在家门口就听到严盈盈盈的咆哮声,严盈盈盈是我的妻子,而她口中的老太婆就是我妈,严盈盈刚生完孩子在坐月子,我要上班抽不出太多时间。 我便让我妈大老远从老家赶过来照顾她,我妈这段时间的辛苦,我是看在眼里的,本来这么大的人就该在家里享清福,被我央求几句二话不说,直接从老家过来。 忙前忙后,肉眼可见的瘦了不少,但严盈盈一直跟我抱怨说我妈做得不好,每次我回家之后就像我诉苦水,没想到我妈辛辛苦苦照顾她,在她口中却成了老太婆。 我当着我妈的面直接开骂,我从门外冲了进来,看到我妈像一个犯错的小孩子,畏缩着身子靠在墙边,双手交叉在身前,不停地搓着手。 低着头,听着严盈盈盈的谩骂,我把我妈护在身后,则问道,我妈做什么了,你这么说她。 严盈盈盈夹着脏话说了一堆,大致是我妈在端菜送饭到卧室的时候,因为地滑不小心打翻,碗盆摔了一地。 刚好离孩子比较近,乒乓的响声把孩子吓到嚎啕大哭,严盈盈饿了半天,结果饭菜都被打翻,一口也没有吃上,还要安慰哭泣的孩子,嘴里就开始骂骂咧咧起来, 没出啥事的话就算了吧。 我明白了来龙去脉之后,开口道,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妈呀。 严盈盈即刻毫不留情地还嘴说道,她是你妈,不是我妈。 我明天就让我妈过来照顾我,你现在就让你妈走。 严盈盈是城里人,而我来自乡下,像我这样的家庭能够娶到一个城市姑娘。 在别人看来都是潘高知,所以她总是用一种闭腻的姿态看待我们一家。 尽管这些年我努力打拼,事业上也算是小有成就,但他们一家人还是不怎么瞧得上我, 我本想反驳,却被身后的一只手拉住,小海,别和盈盈吵架,都是我的错。 我妈念如这低声说道,妈老了,给你们拖了后腿,是妈不对,放心,妈明天就走。 我望着妈因为摔伤而红肿的手腕,心里一阵心酸,不过转念一想, 我妈一走就不用再被盐盈盈随意吆喝,也算是好事。 也就不再纠结,满怀歉意地说道,妈,那你就回老家好好休息,这些天辛苦你了。 第二天一走,我妈就收拾离开了,而盐盈盈的妈叶红兰很快就搬了过来, 临走的时候,我妈一直嘱咐我要好好对待盐盈盈,不要惹她生气, 坐月子期间脾气不好可以理解,一定要体谅,我说我记住了, 本以为这事就此结束,却没想到叶红兰才是真正的梦魇,叶红兰和盐盈盈一样, 心里也是有着一股子城里人的傲慢,中午我在公司休息,叶红兰直接一个电话打来, 淑海赶紧回来做饭,公司离我居住的地方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回去做个饭下午的班肯定要迟到,我纳闷不解,还要我做饭的话, 把你叫来有什么用,心里面虽然不爽,但还是调整语气, 心平气和地在电话里说道,妈,我这边离家有点远, 一来一回会耽误我上班,要不辛苦你做饭, 点外卖也行,叶红兰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不会做饭,不然叫你回来干什么? 外卖那东西不健康,我女儿现在身子弱, 难道你要他吃那些东西,吃坏了怎么办? 就你那份破工作,辞了也罢,赶快回来做饭。 说完他就挂掉了电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我的鄙视, 他都这样发出了命令,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无奈,我向公司请了半天嫁回去伺候他们母女两个。 一到家,他就堵在门口对我指指点点, 怎么回来这么慢,想要饿死我们呀? 我脸上挂着歉意的微笑,静止走到客厅, 发现早就是一片狼藉,地上到处都是瓜子壳和果盒, 还有一些饮料的空瓶子, 我看你没回来,我就拿了一些零食,先垫垫嘴。 叶红兰似乎看出我眼神中的不满, 向我解释着说道, 这样,你去做饭,我把客厅打扫干净。 我点头,就去厨房做饭, 等到我把饭端上桌子的时候, 发现客厅没有变得干净,反而是比之前更脏。 叶红兰就原样坐在沙发上磕着瓜子, 翘着二郎腿,嘴里还斜叼着一根烟, 不知道有多舒服, 我走到叶红兰面前,明知故闻道, 妈,菜我已经做好了,客厅打扫好了吗? 他摸了摸嘴巴上残留的瓜子壳, 用手指向四周对我命令道, 怎么,有你在,还要丈母娘干活? 赶紧把地扫干净。 他顺势吐出一道白色烟圈喷到我的脸上, 我看他是长辈,并没有多说什么, 默不作声把客厅打扫干净, 心里面有点情绪, 扫地时用扫帚的力道大了些, 把瓜子磕弹得到处都是。 饮料瓶也被弄得哗哗作响, 他看出来我的不满, 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 对我吼道, 怎么,就是让你扫个地就开始有情绪了? 你小子架子还挺大。 妈,我没情绪, 我不想和他争吵, 没心地解释道, 可能是客厅里叶红兰的声音太大, 盐盈盈从卧室抱着孩子走了出来, 疑惑地问道, 出什么事了吗? 我一边解释着说, 没事, 一边上前掐灭了叶红兰口中的香烟, 把他往孩子的远方向拉了拉, 妈, 下次你要是抽烟就到外面抽, 孩子还小, 在家里抽烟, 对孩子发育有影响。 别碰我, 抽根烟都不行了, 我女儿都还没说什么, 你能管得着我? 叶红兰嘴角一斜, 拉下了脸看着我, 场面一度很尴尬, 让我下不来台, 说实话, 之前和叶红兰之间的交流不多, 如今同在一个屋檐下, 反而让我感到相处的艰难, 不仅仅是他, 对于他们一家人, 我交流起来都有一种窒息感, 为此我一直都是小心谨慎, 很少主动制造矛盾, 但还是被他们一家人各种找叉羞辱, 这天上班, 同事说, 有人找我, 我出门一看, 是严男严盈盈盈的弟弟, 我的小舅子。 他一身流利流气的装扮, 头上染着金黄的发色, 一副丸酷子弟的模样, 他见到我, 用一种可怜兮兮的表情, 渐笑着说道, 姐夫, 借点钱给我呗, 严男我是知道的, 他就是属于游手好闲的那一类人, 老大不小了, 还在家里啃老, 一直不务正业, 我钱都在你姐那管着呢, 自己生活费都不够, 哪来的钱给你呀? 我知道如果借给他钱之后, 他一定会乱花, 于是假意卖惨, 想要把他赶走, 你还是走吧, 我要工作了。 他用蛮力把我往回拱, 见我不给他钱, 就直接对我喊道, 舒海, 你就是一个软饭男, 有什么可狂的。 一个农村人, 到了城里, 就真以为是上了枝头当凤凰了, 我当时和他就站在办公室门口, 他这么一说, 公司里一半的同事都侧着脸看向我, 让我很尴尬, 没想到他借不到钱, 开始耍无赖, 在我同事面前败坏我名声, 当初要不是我姐看上你, 估计你还在农村种地呢? 他讥笑道, 话语之中更是透露着讽刺, 我尽力把他拽到离办公室更远的地方, 问道,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我就是想要借点钱。 我咬了咬嘴唇, 无奈地答应道, 好吧, 我借给你。 他收了钱, 哼着小曲。 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这件事就此结束, 但没想到几天之后, 我发现我的银行卡多了好几笔支出, 除了一些零碎的账目外, 还有一笔二十万的大额账单, 我的银行卡一直都是给盐盈盈保管的, 第一时间我就给他打了电话询问, 你买什么了? 怎么花这么多钱? 哦, 本来打算晚上和你说的, 今天我妈上街买了点衣服, 另外, 我妈想要投资一款理财产品, 找我借钱, 我就从你卡里把钱转给她了, 什么理财产品要投资二十万, 那可是我的积蓄, 将来要用在孩子身上的。 我尝试着想, 和盐盈盈说理, 你这样说也不说一声, 直接把钱转走是不是不太好? 叶红蓝对于理财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把钱给她投资可以说是打水漂, 结婚以来, 盐盈盈一直窝在家里躺尸, 我自己一个人辛苦在外工作, 这二十万是我自己多年的努力工作积攒下来的钱, 她转走连招呼都和我说一声, 盐盈盈见我如此激动, 想要安抚我的情绪, 语气稍微温和地说道, 放心, 我妈很有分寸的, 不会有事。 这些年我努力工作不容易, 你能不能为我考虑考虑? 我眼睛盯着她, 心里有点委屈, 我怎么没有为你考虑? 盐盈盈以愤怒的目光回对, 难道从你这里拿点钱也有错? 在你眼里, 我还是不是你的妻子? 就在我还打算说话的时候, 叶红蓝悠哉悠哉地打完麻将回来了, 看到我和盐盈盈针锋相对, 便就帮助盐盈盈说话, 小海, 我就拿你点钱, 况且, 这也算是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 我拿了也不犯法, 可是你们至少应该通知我一声吧, 现在不是和你说了吗? 你还想要怎么样? 叶红蓝放大声音道, 在他们的一言一语攻击中, 我甚至以为这件事是我做错了, 他们两个相互帮衬, 我实在没有办法, 沉默许久, 自觉滚去厨房做饭去了。 又隔了几天, 在晚饭的时候, 叶红蓝主动挑起话题, 对筛我嘘寒问暖, 小海, 最近工作怎么样? 挺好的。 自从上次借钱之后, 我心里就憋着一股气, 不太愿意搭理他们母女二人, 我看你有点累, 特意给你点了一份排骨汤, 多喝点。 他把汤送到我的碗里, 我对他这突如其来的殷勤, 有点无所适从, 立马问道, 妈,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说? 他笑了笑, 确实有一件事, 想和你商量。 他沉默了半上, 缓缓开口道, 就是关于之前的理财产品的事。 赔了? 我疑惑地问道, 同事心里面也有点担心, 他连忙招手, 没有没有, 只是还差点钱。 理财产品不是有多少投多少吗? 怎么会差钱? 我问道, 叶红兰支支吾吾地说道, 是这样的, 这个理财产品有门槛, 必须要到多少才可以投, 我就还差点钱。 还差多少? 三十万。 我惊讶地叫出了声, 我没有那么多钱。 三十万不是一个小数, 我手头的钱都被严盈盈盈 在上次给转走了, 现在手上也没多少, 严盈盈盈这个时候支招说道, 我们不是有房子吗? 房子? 我问道, 对啊, 把房子抵押出去, 这样三十万不就有了? 严盈盈盈笑容满面, 好像这件事像她说的这么简单, 看样子, 他们两个都已经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好, 就等着我点头, 这个我要考虑考虑, 要是最后理财产品赔了, 我们可是连房子都没了。 我真捉到, 他们母女二人相互看了一眼, 然后叶红蓝对我说道, 好的, 小海你考虑考虑, 之后的几天, 对我表现得格外友善, 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换了一个人, 我也尝试顾问她是什么样的理财产品, 仔细分析了一下, 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就在我准备答应将房子抵押出去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他们之间的秘密, 这天晚上我提前回家, 在我准备开门的时候, 就听见里面有人在讨论, 妈, 那三十万准备的怎么样了, 里面一个男生传来祈求的声音, 听起来好像是严难, 别着急, 这不是再给你想办法了吗? 叶红兰劝慰道, 妈, 你要快点, 那些人一直催着我要钱, 再不给, 他们说就要对我动手, 严难哭求道, 你要姐赶紧找姐夫要啊, 这个时候, 严盈盈发话了, 这不是一直在催吗, 关键是舒海还没有同意, 所以暂时不行, 要是催极了, 他会有疑心的, 我也想, 什么事情是我没有同意的, 加上他们所说的三十万, 我大概明白了, 应该就是抵押房子的事, 看来房子的抵押, 不是为了理财产品, 而是给严难, 我大概知道, 是在乓楼